拜登政府10月17日宣布 计划停止向中国出口 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更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 此外新规还寻求向中国出售先进芯片 或用于制造芯片的机械设备的美国公司 将需要向政府通报其计划 或获得特别许可 芯片制造商需要获得许可证 才能向包括俄罗斯和伊朗在内的几十个 受美国武器禁运限制的国家发货 限制超过一定性能密度水平的芯片出口 或免纯粹用于商业应用的芯片 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电动汽车和游戏系统 把中国芯片设计公司摩尔县城和必认科技列入黑名单 美国商务部部长吉纳雷蒙多表示 新措施旨在通过堵住去年10月发布的法规漏洞 来阻碍中国的军事发展 并且可能至少每年更新一次 针对美国出口管制新规 英伟达回应称会遵守所有适用的法规 同时努力提供支持许多不同行业数千种应用的产品 美国国税局10月16日将大多数加州纳税人的报税截止日进一步推迟至2023年11月16日 此前,在去年冬天的自然灾害之后 正常的春季截止日被推迟到了10月16日 因此,加州的大多数个人和企业现在可在11月16日之前提交2022年税表并缴纳任何到期税款 加州58个县中有55个县、拉森县、莫多克县和沙斯塔县除外均符合资格 国税局的宽减是基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所发布的三个不同灾难声明 涵盖持续数月的严重冬季风暴 洪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 符合条件的税表和付款包括 通常于4月18日到期的2022年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和付款 符合资格的纳税人向Aira和健康储蓄账户的2022年公款 通常于4月18日、6月15日和9月15日到期的季度性预估税款 通常于3月15日到期的2022日历年合伙企业和S型公司税表 通常于4月18日到期的2022日历年公司和信托所得税申报表和付款 通常于5月1日、7月31日和10月31日到期的季度性工资和工商税申报表 通常于5月15日到期的免税组织提交的2022日历年税表 只要个人和企业纳税人的记录地址位于灾区范围 他们就自动获得额外期限,无需申请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7日抵达中国北京 将出席18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讲话 此外,他还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越南、泰国等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 普京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关于发展欧亚经济联盟的设想完全契合 参与国将实现互惠互利,没有强加任何东西给他人 外界认为普京此次的罕见出访 除了向习近平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之意 也将寻求进一步深化两国之间的无上限伙伴关系 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10月16日批评中国战斗机 对一架加拿大海上巡逻机进行危险且鲁莽的拦截 加拿大CP-140极光号海上巡逻机及其13名机组成员 当时正在中国海岸附近的国际空域执行于8小时的霓虹行动 监督联合国制裁朝鲜决议的执行情况 阻止非法船双向朝鲜运输石油 这项制裁是为回应朝鲜违法实施核试验核弹道导弹发射 随机采访的加拿大环球新闻工作人员称 至少有两架中国军机在国际水域上空 跟随了加拿大极光号数个小时 一度距离加拿大军机仅5米左右 报道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回应 加拿大飞机入侵钓鱼岛附属岛屿是围于领空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威胁中国国家安全 针对加方的挑衅行为 中方已经向加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中国军队也在现场采取了必要的处置措施